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病毒肺炎全球肆虐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 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和全印律師協會 日前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申訴 要求中共對病毒蔓延給全球造成的巨大損失 做出賠償 印度主流媒體《論壇報》4月5號報導說 這兩家法律機構指控北京 秘密研發了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 他們的主席說這是反人類罪 中共故意隱瞞了有關病毒的重要信息 申訴書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就中共製造和傳播病毒進行調查 並要求中共對國際社會和聯合國成員國 特別是印度 做出充分的補償 申訴書還說 這個病毒是在武漢病毒實驗室研發的 經過精心部署 僅影響中國人口的0.001% 中共的口罩外交再爆醜聞 4月5號 巴基斯坦媒體報導說 中共送給巴基斯坦的所謂頂級質量的N95口罩 竟然是用女性內衣改造的 巴基斯坦媒體以突發新聞的形式在電視上 顯示了那些口罩的樣子 並憤怒表示 中共實際上騙了我們 報導說 接受中國醫療救助的省衛生部門 未經過適當的檢查 就把口罩送到卡拉奇的卡達醫院 那裡的醫生和醫護人員說 衛生部門被中共當傻子耍了 據報導 中共捐贈給巴基斯坦的這批醫療物資 包括2000個N95口罩 五台呼吸機 2000份檢測試劑盒和2000套醫療防護服 上個月末 中共還專門要求巴基斯坦 開放兩國邊界一天 以便可以運送這些醫療用品過境 印度退伍少校 戰略專家阿里亞 在推特上分享這則報導後 引發了巨大的反應 有網友表示 如果中共稱巴基斯坦是他們的朋友 卻還這樣做 那想想它對其他國家會做什麼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